中正区北陵路6月3号下午2点多突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的情况引发社会各界关心 立委林沛祥在立法院咨询交通部抢修情况时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达询表示 工程人员日夜赶工审慎乐观6月11号北陵路崩塌路段可以通车 在基隆市八斗子发生的事件跟后面主要是后面那在什么时候 刚刚有听到我们招伟特地有知道说6月11号会推附通车 可是针对现在最后面怎么样什么时候通车 目前状况是如何你们怎么样做出一定程度的后面的不救机制 做出简单的回答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11号要通车的这件事情 其实从今天媒体上我们也说明了我们分几个阶段在降挖 那边坡上的扶使也做了一些处理 那相关的这个工程人员大概是日夜的在做一个清楚的工作 那我们有乐观审慎的乐观认为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在11号的时候如期的来做相关的通车 那至于说后续刚才这个报告里头也特别提到 或者是专委专委专委也特别提到 其实这个这个边坡呢 它是一个这个这个应该是后层的一个块状的岩石 跟那个薄的这个叶岩相互交织在那里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一个边坡 它直批非常良好的时候 从外观上是看不出它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两个这个不管是沙岩或者是叶岩 它因为风化的一个强度的耐风化的强度不一样 然后又加上有水的因素在这里面 所以造成了所谓关键岩石的一个浸润 然后软化 然后这个岩石后来就崩了下来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另外陈彦博也指出将针对这种特性的边坡 进行全面检视 所以针对这样特性的这样的一个严惩的一个结构 所以刚才在这个报告里头有特别有说明 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当然是对所有的边坡 西级的边坡 部长已经下达指示了 就是要做全面的一个总体检 那是对所有的 不管是各个公路铁路要做的 那至于说这个地方呢 是刚才有特别提到 因为它有一个山崩地滑的一个浅市的区域 所以公路总局第一个步骤 会先去套叠这些区域 然后就刚才讲到的 会有这种斜交的可能 斜交逆向的边坡 可能会崩塌的 或是差异 我马上讲完重点 有差异化的一个70的话 它会先做一些 由C级提升为B级 那就立即要去做一些改善 那长期而言 它会跟地质图做一些套叠 然后邀请专家学者 再做一次前面的检视 就这个台二线的这一个路段 做相关的一个 边坡的一个管理的经济 立委林佩祥也希望交通部 提供相关资料和改善计划等 给交通委员会立委们了解 让民众安心 有一些资料 未来我想请部长 请交通部来 来交给我们交通委员会 第一个 对于潜视土石流地区 进行的地盘改良 然后以增加边坡安全的安全性计划 这我希望说我们交通部可以提供 第二个是针对公路周边 一崩塌跟土石流潜视区提出调查报告 第三个要提供在2010年4月23号 国道走山事件 2013年在8月31号 必沙鱼港巨石掉落事件 2022年在国一 国一11月1号 国一细止段走山事件 跟现在最新的2024年6月3号 潮进的走山事件 我们交通委员会 本期见请我们交通部 在三年之间的 三年内的编拨检测报告 都要提供回来 毕竟你们才是专业 我们必须要让民众安心的话 我们是需要专业的 专业的报告跟评估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一致戳出